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哪个少女不怀存呢 看到英俊的少年谁不心跳啊 刘老大很快就和玉田看对眼了 蚊子彬彬的去跳舞了 刘老二呢 第一眼看到永强就小路乱转 但他自持江湖儿女 不能随随便便和别人确认眼神 于是就急忙跑到外面呼吸新鲜空气 很不凑巧的遇到了丧尸袭击 又很凑巧的被永强给救了 永强是打丧尸小能手 身份地位又很高 言语间有些小傲慢 这马上就让刘老二对他产生了偏见 觉得他不是好因 我 少林弟子 还能被丧尸袭击吗 你牛什么牛 突然农场内凌晨大作 丧尸大队人马袭来 别人都撒坡打滚地往外跑 唯有五朵金花一朵脚朝着农场内杀去 这五人的兵器各不相同 有八斩刀 天机棒 青龙艳月刀 铜人娃娃朔等等 配合起来撒丧力颇大 他们脚踩的步伐 外行人看不出来 是从十八铜人镇演变而来的五牛冲天镇 只见他们刷刷刷刷 砍瓜切菜一般 在丧尸群中大杀四方 骑进骑出 挑落丧尸头领108元 一下就震慑住了围观的玉田 永强等人 这这这真乃女中豪杰也 此战一霸 众人将丧尸尸骨复制一具 空气中弥漫着烤肉的味道 各自大吸一口回家睡觉 几天后 玉田飞鸽传说 希望刘老大能够前来增进感情 刘老大骑白马前往 鹿玉丧尸几头斩落马下 但天上下起雨来激咒了 虽然赶到玉田的庄园 但也昏昏沉沉的病倒 玉田飞鸽传说刘老二 刘老二急忙赶来照顾大姐 庄园里恰好有永强一干人等 这年轻人谈恋爱都得端着架 虽然喜欢着对方 但也必须表现出不在乎 甚至还要抨击一下 一个女人哪 必须对音乐 歌曲 贵话 舞蹈都非常了解 否则就不是好女人 刘老二可不是她随意能打压的 反过来问她 你读过孙子兵法 这孙子没读过 俩人打成兵手 按照法律规定 兰尼斯特刘能家的财产只能由男人继承 而自己还不争气 生的都是丫头 所以刘能怕自己百年后家产无人继承 就找了一个上门女婿 这个人就是年少有为的嘴很甜不实 嘴很甜第一眼就相容了刘老大 但被丈母娘给制止了 我们家刘老大已经和别人确认过眼神了 你换一个吧 嘴很甜表示遗憾的同时 开始赞美刘老二 你几乎和你姐姐一样漂亮 也行啊 也行 饭后他们一起去镇上溜达 邂逅了保卫团的中尉王天来 原来王天来和永强还认识 他告诉了刘老二一个真相 这个永强他不是好言呢 我都被他爹准许成为牧师了 结果他爹一死 他就反悔了 把我给坑了 刘老二一听这话对永强的印象更不好了 这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 不过看王天来中尉倒是仪表堂堂 英姿 萨爽 两人之间有了些许情愫 几天后本来感情很稳定的刘老大和玉田突然产生了危机 原因是他们离开了这里一同回伦敦了 至于什么时候才能再相见就得看缘分了 在这期间 嘴很甜牧师跟刘老二求婚了 但是被无情欲绝 虽然刘老二不确定自己喜欢谁 但绝对不喜欢油嘴滑舌 毫无战斗力的嘴很甜 偶然间又邂逅了王天来中尉 王天来顺势邀请他去一个神秘的地方 于是就共乘一匹马 跨过山河大海 也走过人山人海 来到了安全区外的重灾区 这是一个丧尸教堂 这里的人都成了丧尸 但他们不吃人脑 吃起了猪脑 所以保留了很大一部分的意识 这是王天来偶然发现的 根据这个发现 他就有了一个构想 现在数百万人死于丧尸战争 朝廷已经支付不起战争经费了 丧尸将人类吃掉只是时间问题 那么我们能不能和丧尸和平共处呢 你的野区我养猪 让丧尸吃猪脑 人类和丧尸共存 维持生态平衡 你还真别说 这个体意不错呀 看来这王天来是一个为国为民的大侠客啊 刘老二深表认同 于是就利用自己的关系 把王天来引荐给了色西夫人 色西夫人是全英国最强的剑术高手 在往史很有话语权 但她的这套理论让色西夫人和她的侄子永强 一下给否决了 怎么可以和丧尸共存呢 这太扯淡了 好不留情的就给王天来一顿抨击 王天来灰头土脸的蜜蜜 而永强的言论也让刘老二觉得他很无情当面斥责了他 晚上永强心里憋了一股火 拿着剑对着小树苗一顿练功 练功地点就在刘老二的床外 刘老二被吵得睡不着觉 走下来要和他理论一番 没想到又遇到了王天来 王天来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四成的真相 为什么玉田会离开你姐姐 那是因为永强觉得你姐配不上他 所以才匆匆阻拦 话说到最后 王天来邀请刘老二跟他私奔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但是被刘老二拒绝了我们之间还没有到这个层面 天亮之后永强再也搂不住了 在感情这场垃圾战中败下阵来 当面跟刘老二表白了 但咱们都知道王天来可没少说他坏话 刘老二理所当然地拒绝了 永强老铁自尊心极强 被当面拒绝可以说是心灰意冷 转头就投入战场 冲上前线要以身殉国 但在临走之前还是依依不舍地给刘老二写了一封信 信中解释了引起刘老二偏见的几个事件 以及揭露了王天来的人品 他这个人贪得无厌 最大的能力就是骗小姑娘私奔 当年险些骗走了他妹妹 当一个人放下了心中的傲慢 别人也对你放下了偏见 这是知识点傲 两性知识 大家都学一下 两人之间的隔阂 头一次有了化解的趋势 永强同志正带着英勇的战士 四处堵结丧失 曾经这些丧失犹如一盘散伤 没有战斗力 但不知什么原因 他们突然有了组织性 开始有目的地攻击战略要地 人类岌岌可危 压迫人亡就在眼前 而且老刘家还发生了别的状况 刘老五居然被王天来拐跑了 那没什么好说的了 原来王天来才是大坏蛋 刘老大和刘老二急忙 打理好行囊包裹 拿上衬手的兵刃 向着前线杀去 在这烽火四起的危难时刻 青年男女之间 也没有那么多的娇柔造作 四个人相视一笑敏恩仇 刘老二说出了他们此行的目的 要去救刘老五 应该是被王天来带到了 那个丧尸教堂 永强怕这两个姑娘跑过去太危险 找了个机会自己摸了过去 并且带过去一袋子人脑 不是说这些丧尸还保持人性吗 看他们在人脑面前还能理直不 果然不出所料啊 就在永强救出刘老五的同时 佛系丧尸吃到了人脑 开昏浪 凶性再也压抑不住 将王天来淹没在尸巢之中 但永强二人想跑也没那么容易 大批丧尸已经堵住前方的去路 永强只好把坐骑让给了刘老五 自己阻截丧尸 猛然间王天来突然杀出 他居然没被丧尸咬死 两人不由分说斗作一团 永强主传一套无影剑法 剑光一斗来去无影 而王天来在多年前 跟一位江湖艺人 学会了一套骷髅起剑 两人到底旗鼓相当 打了足足有三百个来回 不分高下 从天黑一直战到天亮 猛然间永强卖了个破绽 王天来的剑紧接着便到了 哪只永强脚下一斗躲过一剑 间接点到王天来的心脏上 刺了进去 一剑扎心你还不死 还没等他高兴起来 王天来一掌握住了他的脖子 原来这也是王天来卖的破绽 他本来就是丧尸之身 根本就不怕普通兵刃 这王天来正是传说中的 丧尸之辱 丧尸精已经修炼到第六层 刀枪不入控制丧尸 如今已经指挥部下 攻占了半个英国 难道会被你一个小小的永强上闹吗 举刀挥下 永强的死就在眼前 刷 只见刀光一闪 王天来的胳膊被斩了下来 咱们之前说过 王天来丧尸精第六层 基本上算是因果无敌了 没人能破他的房 但他万万没想到 老刘家无朵金花 修行的是少林心法 专刻邪派武功 那股治刚治扬的真迹 他根本挡不住 被剁碎了 影片的最后 在嘴狠田牧师的剑剑下 刘老大刘老二 永强玉田 四人一起 出行了婚礼 本皮而弯 现实生活中的爱情故事 虽然不像电影中那样饱含 傲慢与偏见与僵尸 但是其实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傲慢与偏见 确实很大程度上 阻碍了人们进入恋爱关系 网络时代 不仅没有缩小这种阻碍 反倒无限放大了 牛叔在近期 正在思考这个问题 想用几期节目 解决单身男女所面对 来自别人的 以及自己的问题 致力让单身人士 实现情感自由 什么时间能推出呢 我还没有想好 就是想到哪 起到哪 希望能尽快推出吧 i get up and nothing gets m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